留日东京华侨妇女会 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 每年妇女节的前后 都会举行年度的恳亲大会 由于今年二月名誉会长罗王明珠此事 大会成员们改穿暗色系的衣服 并在大会开场前为罗王明珠默哀 表示不舍于惋惜 留日东京华侨妇女会 举行年度恳亲大会 大会开始前 首先为今年二月逝世的创办人 名誉会长罗王明珠默哀 这也是他过世后的第一场妇女会活动 会长吴淑娥 助日代表沈思纯也上台致辞 表扬罗王明珠阿嬤的贡献 尤其是创立了妇女会 为日本桥界培育了多位女性精英 感谢大家在过七年中 对我们妇女会的爱护与支持 感念这三十多年来 我们挪顾民意会长的热情奉献 他招呼了我们这一群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分国籍 不分党派的子们们 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妇女会 台湾的妇女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都非常接触 在日本我们同样看到安倍政府对于妇女议题的忠实 不管是自常的采语或是家庭活动的支持 安倍政府也把她释了腰象 今年阿嬷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我想她心理上都非常的感伤 不过我们对她的为人处事 还有她对妇女会的积极奉献精神 我想藏在我们的怀念跟记忆之中 和妇女会常年来联系交流的日本参议院议员 于柱玉一郎 亚东清善协会会长大江康宏 及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会长毛有次 都分别表达他们对罗王明珠阿嬷的怀念 接着台湾同乡协同组合理事长庄海树 带领众人干杯 也期盼今后妇女会能继续跟随阿嬷的信念 为日本桥界加油打拼 妇女会的全体成员带来一首高山清 并邀请沈代表夫人一同高唱 为余兴节目揭开序幕 接着由吴会长颁赠敬老金 给三位八十岁以上的会员 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并合影留念 台上的年轻歌手一曲接一曲的演唱 台下的来宾也忙着逐桌联络感情 随后主兵们上台合唱 罗王明珠阿嬷生前最喜欢的昂首向前走 仿佛阿嬷还陪伴在大家身边 抬头挺胸一起走向未来 台湾宏观电视谢惠之 日本东京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